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息灵通了 是臣妾唐突了 朕已经下令去捉拿燕巡 皇上息怒 臣妾只是实在不忍看见 不忍 大魏社稷轻负 皇族人头落地 你是不是就忍心了 皇上 那燕巡从小在长安长大 他别无二心 你怎么知道呢 朕宁可错杀一千 也绝不放过一个 朕 朕 已经忍了很久了 不能再忍了 长安的门阀 和你的母族卫士 都已经开始行动了 却讨伐大魏的叛徒 朕宗 算是 朕盛 大魏 马上 大魏 要乔 看看吧 皇上亲下的秘旨 这 捉拿燕许 燕儿恳亲叔父 出面阻止此事 听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你还是魏家子孙吗 我 我和燕许相交颇身 他绝不可能谋反 他绝不可能谋反 谋不谋反 你以为自己能说了算吗 这是魏氏门阀立功的机会 你若欠查 自有你兄弟能顶替你的位置 也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 珍雪他是我的朋友 但是觉得不可能 糊涂 宋子夫 今日已经被皇上 亲手斩杀在朝堂之上 皇命以下你敢违抗 她抵达到你 冲击 我 桓花 你说本公主是不是特别傻呀 你是以为燕璇哥哥口中最心仪的女子 是纯儿呢 可直到今天才发现 原来只有纯儿是这么想的 你看你 你多幸福啊 有本公主这么厚爱你 可是我呢 谁来厚爱我一下呀 这两天您一直哭 奴婢都心疼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桓花 母妃 为什么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呀 今晚将是个多事之业 你身为皇子 可以置身室外就好了 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就留在我身边 不要到处乱跑 纯儿这几天都没有出过门 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个女孩子家家嘛 难免有一点点伤心事 多事之业 那有什么事啊 以前都是烟熏哥哥带着我去吃冰心莲子汤的 他还会给我讲故事 说笑话 送好多好多的礼物给我呢 可真现在 可真现在 自从馨儿那个奴婢出现以后 我和烟熏哥哥就渐行渐远了 我和烟熏哥哥就渐行渐远了 他今天还对蠢儿说 他今天还对蠢儿说 要把我当妹妹 要把我当妹妹 谁要当他的妹妹呀 谁要当他的妹妹呀 公主啊 把门打开吧 诺 把门打开吧 今年新采的毛间 不错 嵩儿 淳儿 你们是不是觉得 平日里你们锦衣玉食 是理所应当的 在这酷暑之下 能吃到冰镇食物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我们生在皇族 自然要比平民百姓 多享一些福 不错 不错 你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我们两个说吗 可是 你为什么说这些奇奇怪怪的呀 母飞 您究竟想说什么呀 我是想要提醒你们两个 你们俩的身份 是大魏的皇子和公主 你们拥有着让人羡慕的权利和富贵 这天下的所有都任你们享用 什么天下任我们享用啊 不喜欢的一大堆 喜欢的却偏偏得不到 世间都说皇家好 可谁又知道身在皇家 有他们体会不到的苦处呢 宋儿 淳儿 我想要你们两个记住 寻常人得不到的东西 你们都能够得到 只有两样东西 寻常人垂手可得 可是你们 必须要抛竹脑后 是哪两样东西啊 友情 爱情 我要你们忘却情爱 不要被其牵绊 为什么呀 世间万物 唯有情字难缺 你们身居高位 却无法掌控 若牵涉其中 定会将自己陷入情意两难之间 最后惹火烧身 不但对自己没有好处 就连对身边的人 也是百害 而无一例 可这都是人之常情啊 我们又不是木头 怎么可能会完全斩断情丝呢 是啊 没有之交好友 没有信仪之人 那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啊 就是啊 乐趣 你们是皇子 是公主 活着不是为了乐趣 再说 这天下除了情意 你们要什么都可以 这还不够吗 你们两个好好 给我在这儿待着 哪儿也不许去 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你自己看看这个地图 这上楼表明了所有吉乐阁里的机关 它连逃生出路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这不是一般的差子 它暗藏玄机 因为你进吉乐阁的时候 什么武器都带不进去 只能带着它 快点 起来 走 走 快点 快点走 走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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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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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带给我顾我的肄子 快走 走 快 快点 走 快点 快 走 凌你们这样的几箭之身 今晚能去释放老太爷 快点 是他们几声修来的福气 走 不过 能不能活着出来 就要看你们有多大的福气了 快点 上去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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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儿姑娘不必惊慌 我是来替世子送口信的 送口信 你怎么知道在这里等我 我们世子说了 如果进不去青山院 就找一条通往外府最隐蔽的小道 定能找到你 你们世子倒是料事如神啊 我们世子还是很聪明的 什么口信 说吧 今晚亥时 世子在西城门等你 不见不散 我知道 星儿姑娘 你会来吗 好 告诉你们世子殿下 如果今晚我没有按时赶到 你们就不要等我了 那我禀报世子了 有性格 难怪世子会喜欢 我们是一誓的 找我 不留一遍 没人的 我们是一句 最后来 就是有 dud 有 TRX 我终于找到机会 离开锦山院了 出什么事了 今晚还时 你们去新城门等我 千万要小心 不要被别人发现了 什么 六姐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我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到底怎么了 六姐 你该不会是要去报仇吧 如果真的是要报仇的话 你把小妾带上 小妾也能帮上忙的 你们放心 只要我活着 就一定会去找你们会合的 如果 如果我没有及时出现 到时候 燕巡世子的人马会去接应你们 你们就跟他们回燕北 这样也不用再为怒为病了 可以好好地生活 六姐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我这般荣貌 生来就应该属于贵人的 我这般荣貌 为什么六姐这么幸运 公子那么喜欢他 却还要跟燕巡世子走 我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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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八 七姐 你一个人嘀咕什么呢 什么公子啊 我 我是说公子 我们都走了 谁来照顾他呀 玉文月 她是我们的重子 你怎么还惦记着他呢 到了燕北 我们就自由了 芷香姐姐走了 灵溪哥哥也走了 我们和六姐 一定要相依为命 小八 你怎么回事 快点 跟上跟上 都跟上 快点 哭什么样 快点 快点 找都跟上 到了这儿了 就都别哭了 快点 还不如好好想想 咱们能哄习老太爷开心 不再能活命 也许还能眼睛变光我了 进去 快进去 快进去 快点 快点进去 哭什么 安静 安静 正月 刘晓松 赶快点进去 不用害怕 h 你去哪儿了 怎么才回来 贵妃娘娘叫我去西宫送糕点去了 公主你怎么了 看上去怎么心事重重的样子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今天母妃突然跑过来 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我是担心 燕巡哥哥会有什么危险 燕巡世子 燕巡世子会有什么危险啊 你出去帮我打听一下 看看今天朝堂之上 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奴婢这就去 回来 千万要小心点 别让我母妃发现 放心吧 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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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儿行事一向谨慎 非到锦要馆头 是不会向我求救 如果真向信众所说 等候明天一走就去觐见皇上 问问他 到底想把我淹尸成如何 侯爷 万个不可 不要说了 今晚再次歇息 明天一走 进城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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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长 进去 快走 快点 进去 快进去 后面快点 快点 哭什么哭啊 快 快点 快 走 快 走 快 走 快点 赶紧点 快走 快点 快点 跟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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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臭丫头 小心点 对 对不起 这血象 定有迷惑心智的作用 幸亏我有迷宫 来 公主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发生什么事了 昨日皇上为父出宫 路过护城河的时候 看见有人在河面 撈出一块大石头 上面写着大逆不道之言 上面写了什么 为敌将往 焉煮天下 公主 你的脚没事吧 然后呢 然后怎么样 父皇说什么了 皇上召集了卫光 赵贵 还有 还有宇文怀等人 但具体说了什么奴婢 也没有打听到 不过 在大殿上 皇上杀了宋子复大将军 宋子复 出身燕北 是燕北的将军 魏法的势力在北边 他们是最希望 定北侯死的人 召罚的赵东廷 带兵护送白生姑姑回燕北 已经走了好多日了 父皇 父皇是动了杀心了 公主 那可怎么办呀 也许哥哥有难了 怪不得母妃 母妃跟我和哥哥 说了那些话 她一定是知道 无虑回天了 我 我要去告诉 也许哥哥 公主 我要去告诉也许哥哥 我要让他跑 我要跟他一起跑 公主 只要跑他有一些生机 公主 你让开 也许哥哥有危险了 如果你不能帮他 你就别在这儿爱手爱脚 你干嘛 你干嘛 凯依 乃 你干嘛 你干嘛 我就干嘛 你干嘛 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动手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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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